实价登陆实施一年多来 内政部进行通盘检讨 检讨的方向包括严拟将实价登陆的义务人 改为买卖双方 预售物在签订买卖7月30天之内要登陆 租屋市场全面登陆 以及实价登陆房价可以直接作为实价客税的税机 学者就认为健全的实价登陆制度 才有助于国内房市 实价登陆上入一年多来 为了强化实价登陆制度 内政部14号邀请产官学界进行通盘检讨 内政部表示实价登陆义务人 严拟将由地政室改为买卖双方 在过务时直接登陆房价 地政室则为受托代理人 目前共事度最高 买卖双方作为申报的义务人 目前因为这个制度这么实施 那如果要改的话 在实务上面有什么必须要改进的地方 那能不能做得到 那这个部分还后续还需要讨论 内政部表示除了实价登陆义务人 改为买卖双方之外 未来检讨方向还包括 预设屋买卖30天之内登陆 租屋市场由仲介登陆 改为群面都得登陆 而实价登陆的房价 也沿你当作实价课税的税机 但除了实价登陆义务人 改为买卖双方之外 其他都没共事 学者认为实价登陆制度健全 将有助于国内房市 学者表示预售屋在买卖30天之内登陆 是可行的 但目前受到建商和业界的反弹 还得强化配套制度 至于租屋市场是否要立即推动全面登陆 学者忧心将会造成仲介市场的萎缩 认为可以在下一阶段再讨论 记者联系朋友组台北报导